佛像是東方文化的重要遺產 它們代表著人們對宗教信仰的追求和崇敬 但是由於歷史的風雨洗禮 許多佛像受損或斷裂 需要進行修復以保護這些珍貴的文化歸保 修復佛像是陰魂專業技能 需要具備高校的技巧和豐富的經驗 修復是要先仔細觀察佛像的狀況 掌握它的材料、歷史和風格等方面的信息 以便於正確地進行修復 接下來,它們需要使用各種不同的工具和材料 如石膏、石灰和金箔等進行填補 補聚和重新塗色等多種不同的修復技術 以復原佛像的原有風錨 修復佛像不僅是一種技術活 更是一種傳承文化遺產的重要使命 修復是需要尊重佛像的原有文化價值和信仰意義 注重修復後的美感和整體效果 成功的修復作品 不僅能夠復原佛像的歷史價值和宗教意義 還能讓人們更好地理解和欣賞佛教文化的魅力和精髓 總之,修復佛像是一門需要高超技術和專業經驗的藝術 能夠呈現文化遺產的歸寶 佛像的修復需要尊重原作、注重美感 同時展現修復師的象深獨幻 成功的修復作品是人類文化的寶貴遺產 值得被傳承和欣賞 請看